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都是贷款的还款方式,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 等额本金是在还款期内把贷款等分,每月偿还同等数额的本金和剩余贷款,在该月所产生的利息等额本息是在还款期内,将贷款等分。 等额本金每个月的偿还金额中,本金部分始终保持不变,利息逐月减少,所以通常在前几个月需要偿还比等额本息更多的金额,但在后续时间里,还款压力会逐渐减少,而等额本息每个月的偿还金额都是固定不变的,整体还款压力大于等额本金。 等额本金前期还的本金多,利息支出少,比较适合提前还款,等额本息则每月都偿还相同的本息,提前还款不划算,而且总体利息要高于等额本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